一上车 大哥这个有版权的 你不能拍 是一个交换 我这一次到大陆去 我才知道他们中国在写历史 跟台湾在写都不一样 历史上有一个花木兰 花将军 各位有没有听过 有 他怎么死的 各位知不知道 没有呼吸死的 对不对 对啦 花木兰他是女扮男装 待父从军 一个很孝顺的女孩 他是客家人 他的体格是人高马大 他在打仗的时候是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有一天他上马打仗 速速给我一直去 糟糕了 他是女的 那一天那个东西刚好来了 不小心就掉到马下 一撞坨就晕了 部下说糟糕了 将军晕倒了 刚回带回部队 回到部队 那个军医就来处理了 军医不晓得他是女的 以为将军多么懒得 裤子一脱 哎呦 谁怎么留那么多 就给他处理好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 将军人很难过啊 问军医说 人是怎么样了 那个军医跟他讲说 将军女弟弟不见了 但是那个伤口 我给你红好 从那边给他红掉 那个慌慌男后来是 不小心那边被红掉 没有上厝 便宜死掉 没有说一次就知道 哈哈哈哈 又转 今天 今天呢 因为红热洞 我们有五国 叫河北要下来 又承认一个叫德克义组 14个组 原住民他们的语言 他们都用形容词 他们没有汉人这种动词和名词 我们等一下出去 第一站叫什么 触口 打靠 你没听过 很多人都不晓得 触口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从平地开车 一直开 开到墙壁 碰到墙壁 外省的讲怎么样 接触到 那边有个三洞口 就叫做触口 触口在原住民的话 大家跟我念一遍 叫做 罗罗因 很多大石土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河川地 以前土石冲击也很严重 很多大石土的地方 你们晚上住在 拉拉乌亚 很多丰富的地方 明天我们要去那个地方 叫做 达拉乌亚 晚上住哪边 达拉乌亚 谁吞下去了 达拉乌亚 达拉乌亚 哪边住达拉乌亚 达拉乌亚是这边的 晚上住达拉乌亚 达拉乌亚要念好 昨天那个阿公阿嬤 整天都在达拉乌亚 回去住了 前那个船 阿公阿嬤 你们两个昨天去哪边 你说阿嬤 阿嬤 达拉乌亚 这边去达拉乌亚 达拉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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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明天我们到达拉乌要注意的事项 我跟各位 明天我们要去看什么 各位知不知道 顾骨鱼 顾鱼 顾鱼 旁边加个鱼字旁 顾鱼 台湾的叫做 口花 苦花 那我拜托各位 到了我们社区下的车 各位花一点小钱 尤其我带小朋友 我一想到钱又睡着了 小朋友记得 你因为最近都不是说下你 你要看那个顾鱼 你必须喂飼料 喂飼料 帮我们换 那钱 村长没有放到口袋 我一样交给我们社区 那个飼料一包十块 我们才赚九块 那也不是说很好赚 十块也才赚九块 不是说很好赚 记得 捧场一下 买几包飼料 明天我们要看的叫顾鱼 那明天到达纳伊国记得 下了车 因为整个保护区里面 都不可以上厕所 记得 游览车停车场 有环保厕所 你们必须先去上厕所 不能到里面去 河里面尿 我记得那个游览在抓 一次三万多块 因为那个 洋美的尿 可能比较咸一点 记得啊 上一下厕所 那你们这一车四十几个 还不要穿 出来才穿 你 你给后面的先进去 像因为你们穿裤子比较慢 外面都希望脱好 进去以后上完不要穿 出来才穿 给后面的先进 像速度我再看 大哥你冰廊不要吃那么大 等下一颗给我 我跟孩子脚进去 等下都没了 我有注意在看 你不要吃那么大 我们以后 你吃那么大会吸 你看啊 记得嘛 上完厕所记得 我们就去走保护区的 走路大家不要离太远 我刚刚有讲的穿红色 你对不起 起床你就不要 我们租主很讨厌这个红色 那五缝有没有听过 那个沙土的习惯还没有改 口红也不要堵 他堵太红也不好 还有小朋友注意一下 这个谁带你 举手一下 阿嬷带的阿嬷带的 阿嬷小心一点 我们阿里山最近台风 各位知道东西都没了 我们山上的原住民 他特别喜欢烤肉 他最近山上 该烤的肉类 动物都烤光 有时候不够的话会抓小孩 前几天抓两个去洗干净 要烤肉才给他压回来 你小心一点 你不要开玩笑啊 我们山上河流多 桥多 尤其现在下完雨 水多 记得安全 大家要帮我注意一下 全世界在背人最有原住民味道 就是我们那一种 他们怎么背 他们用绳子 从手跟脚绑起来 弄竹竿的 穿过去 用抬 真的 因为不是 他那个路很小 你这样抬他才不会碰来碰去 今天有兴趣的话 各位可以登记一下 要背的话再讲一下 好来各位 有啦 他这个太胖 他弄整两极了 他把你背不到 因为我们泥饭店还满长了一段时间 那光复以后呢 这个国民政府来谈 才改成嘉义县的 吴凤乡 那吴凤后来因为大家有意义 才改成阿里山乡 那整个阿里山乡 总共我们前前后后 包括在一起 有十二个村 里面有七村是原住民 五村是汉民 我们明天要去 这个是第一个村 这个叫南山村 它里面有三美新美茶山 你们晚上住 拉拉乌亚那个地方 叫北山村 那个属于叫乐野村 乐野来吉里加大帕 全阿里山乡的总人口 原汉两个族加在一起 五千多个人 原住民占三分之二 就是他们有三千多个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乡长 包括议员都是原住民 汉人在我们那边选举 最高的话 各位 你们只能选到代表 那我本人是阿里山山上 一个小村庄 我是汉人 我不是原住民 那边一个村的村长 我的村民选举票最少 你们在报纸看过 为什么 户籍通通签到家也 买房子 这个小孩子念书 国中通通下来 学籍问题通通签下来 我整个村加起来 选票49票 选村长没有人像我那么好选 我们姓陈的 我跟我太太加起来 25票 你陪着家族 跟我怎么选都选不上 老是差予 上个月还过世两个 还好 不是姓陈 不然现在是要钱 差那两票 这很麻烦 你们平地的里长 领薪水一个月四万多元 我们在山上十二万多元 包括捕捉 他连攀入的 大哥你不要再拍了 周美的周 我们最代表性的人物 汤南花 你们去问 那个是周族之光 天理 今年的金钟奖女主角 高慧君 那个都是我 周族 那等一下到了我们那边 下着车你们碰到第一个问题 你们都是问说村长 我等一下去碰到你们那些原住民 我要怎么样跟他打招呼 怎么样沟通 台湾目前正名的原住民 十四个族 周族人口算第三少女 我们迎兰里的达悟跟日月潭的哨主 但是各位放心 我现在说台义的农人 有什么好看 真的 你让大家都说 阿里山他到底产什么东西 真正他们农民在靠他生活的三种 第一 目前世界上最贵的蔬菜 只有阿里山产什么东西 就是高利山 刚刚你们讲 芥末有没有听过 但是记得你们不能去买一种叫芥末 那个芥末是你们平地在拜拜狼板 都有在吃那个绿绿那个 那个是平地借菜开花的 只去加工的 都叫芥末 阿里山的芥末